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网球选手郑清文在巴黎夺冠 究竟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胜利 这位被誉为火箭少女的21岁选手 为中国拿下了第一块奥运网球单打金牌 成为亚洲首位夺得该项荣誉的选手 她的成功经历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究竟是家庭背景、个人努力 还是市场化的运作成就了她 还有,中国体制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巴黎的夜空下,埃菲尔铁塔闪烁着璀璨的灯光 21岁的中国网球选手郑清文在这里创造了历史 他用青春的激情和毅力 为中国拿下了奥运网球单打项目的第一块金牌 这位自信阳光的火箭少女不仅是中国的骄傲 更是亚洲的骄傲 她的胜利不仅在全球掀起了狂热 更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出 郑清文的成功不仅仅是体育成就 她的成长路径、训练模式以及背后的故事 都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热点 郑清文的奥运之旅并不平坦 在18决赛 他与美国选手纳瓦罗展开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较量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拼搏 最终逆风翻盘 接下来 他面对德国名将科贝尔 同样在不利局面下 以2比1的大比分逆转取胜 在半决赛上 郑清文遇到了他从未战胜过的世界第一选手 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那场比赛 他拼尽全力 最终实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郑清文的胜利不仅让他成为了全民偶像 也是中国各大品牌争相追捧的对象 郑清文的成长之路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网球作为全球三大商业化球类运动之一 拥有极高的关注度和商业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 他的代言品牌多达10个 包括奈克 蚂蚁集团 支付宝 加德勒 伊利 威尔胜 斯维斯 霸王茶几 兰扣和劳力士等 在福布斯公布的 2023年度 体坛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中 郑清文以总收入 720万美元 约955万新元 为列第15 其中场外代言收入 占据了绝大部分 然而 高收入背后是高投入 中国多家媒体推算 郑清文的父亲 郑建平为栽培女儿 至少投入了2000万元人民币 371万新元 郑建平曾是职业田径运动员 退役后从商 名下有四家公司 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汽车零部件 体育和汽车经销等领域 尽管家境不错 但郑清文的父亲 为了供他打球 不惜卖掉老家的房子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 郑建平不仅倾尽财力 还发挥了自己在体育圈的人脉资源 于力乔 这位曾带领中国女双选手 李婷和孙甜甜夺得 雅典奥运冠军 并指导过中国网球 名将李娜的教练 起初并没有打算 收下身材偏胖的小女孩郑清文 然而 郑建平的执着和诚意 最终打动了他 郑建平甚至带着妻女 在饭桌上给于力乔跪下 任他做干妈 这一举动 让郑清文得以进入于力乔的门下 成为了同乡李娜的同门师妹 郑清文在获得奥运金牌后 提及前辈李娜 称她才是亚洲第一人 因为她是第一个 拿到大满贯冠军的球员 李娜的经历 比郑清文波折得多 但正是她的经历 为后者探出了一条 独特的中国网球运动员 发展道路 中国体育发展 由于起步较晚 早期又缺乏商业化资金 因此采取了政府主导 高度集中的资源分配 以及相对封闭的管理方式 虽然这种模式 在乒乓球 羽毛球 跳水等项目上 取得了成功 但在网球这种 高度商业化的项目上 却显得格格不入 李娜在2009年 迎来了单飞时刻 成为了中国网球项目 职业化改革的开端 她的成功 证明了市场化 和职业化的必要性 与其说 郑清文是在复制李娜 不如说是李娜 为郑清文 扫清了体制障碍 让她少走了不少弯路 从一开始 就可以在更自由 更市场化的环境中 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郑清文的成功 引发了 关于体制内外优劣的讨论 与李娜相比 郑清文将 单飞执行得更加彻底 一些媒体将此归功于去体制化 并认为 这印证了市场化 体制外运作 对培养运动员的积极意义 自媒体网球之家 发文称 体制内的网球 不可能成功 脱离体制的网球 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然而 并不是所有运动 都像网球一样 具备完善的职业体系 和成熟的商业市场 即使是网球 李娜刚单飞时 也面临着自负盈亏的 巨大经济压力 郑清文 虽然家境殷实 从小就走自由职业球员路线 但他也在2022年 与武汉市聘语网运动管理中心 签过合约 代表湖北 武汉征战赛事 以换取当地官方 在资金 以及后勤保障上的支持 微博大V博主 乔乔Eureka在设媒发文分析称 从青少年到职业早期的阶段 是最适合国家介入的 因为这是选手 资金压力最大 但天赋 已经出现苗头的时候 最好的模式是把选手 当作一个风投项目 提供资助 少许监督 但事务上少插手 换句话说 目前中国在网球管理上的模式 更像是一种介于 举国体制和选手 完全独立间的混合制 正是这种混合制 才让郑清文 具备世界顶级竞争力的同时 还充满着家国情怀 郑清文在淘汰了斯瓦泰克后说 一直有股精神 支撑着我 那就是为国家拿奥运奖牌 我已经非常疲惫 但是如果你让我现在为 祖国再打三个小时 我依然会全力以赴 星期二 郑清文在中国官媒 人民日报撰文 感谢中国观众 并说他们为我家 有鼓劲的呼喊声 手中挥舞的五星红旗 都让我备受激励 这些真诚朴实 又不浮夸的情感表达 或许正反映出郑清文 既得益于体制外 职业化的培养 也受到过中国体制的政策帮扶 这种运动员 与官方张弛有度的互动关系 不仅为中国网球选手 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也为其他体育项目的改革 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郑清文的成长和成功背后 我们看到了 中国体育体制的转变和进步 不再是单纯的举国体制 也不仅仅是完全市场化的模式 而是一种更为灵活 和多元的混合模式 郑清文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 更是中国体育改革的一次成功尝试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在尊重个体选择 提供多元支持的环境下 才能培养出更多世界级的运动员 郑清文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不仅在赛场上展现了极高的竞技水平 也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他的成功为中国体育带来了新的希望 也为更多年轻运动员树立了榜样 我们期待 在未来的岁月里 郑清文能继续书写属于他的辉煌篇章 郑清文的传奇之路 网球场上的商业女王 巴黎奥运会的网球场上 郑清文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 这位年仅21岁的中国网球新星 不仅斩获了女子单打金牌 还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一位美国解说员甚至感叹道 他将影响很多女孩 郑清文的成功不仅是个人荣耀 更是中国新中产教育官的一次重大胜利 三年前 郑清文在WTA的排名还在100名开外 而如今 他已经跻身前20名 然而 他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历程 而是一条深刻的道路 郑清文自己也承认 尽管任何一个项目夺冠都有运气的成分 但他的成功之路仍然具有道路一般的意义 李娜2.0 复制还是创新 郑清文从小的偶像就是李娜 他的父亲更是坚定地要复制李娜的道路 从最初的一家三口下跪球教练 到后来换上李娜以前的教练卡洛斯 郑清文的成长之路充满了李娜的影子 媒体报道中 最初的教练都不愿意收郑清文 直到他们一家三口一起下跪 才勉强同意 这种顽强和毅力 是郑清文成功的基石 父亲的商业眼光和决策力更是让人惊叹 当他发现一个教练不能再让孩子进步时 就果断更换教练 不惜一切代价 这种敏锐是郑清文故事偶然也是重要的元素 郑清文的成功是两代人天赋的结合 甚至比上一资产还要决定性 鸡胸肉与西兰花 极致的自律与绩效主义 网球是一项个人主义的胜利 需要家庭财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在某次比赛中 郑清文有了放弃的想法 结果在暂停休息时 他把毫不犹豫地打了他一耳光 这背后是一种狂热的绩效主义 不断总结教训 提升自我 把自己的潜能全部挖掘出来 为了保持体质率和体能 郑清文像C罗一样 长期坚持吃西兰花和鸡胸肉 不喝任何饮料 这种自律和坚持 换来了今日的辉煌 从无名小卒到Quan 国际化的追梦之路 疫情三年 很多运动员状态起伏很大 而郑清文却始终在海外训练 寻求一切机会提升自己 四大满贯赛事也受到疫情影响 这种轻微的动荡和混乱 正是郑清文这样的无名小卒 崛起的机会 他的流利英文和他自信的笑容一样 成为了他国际化视野的象征 网友送给他一个英文名Quan 他也笑纳了 郑清文的成功 证明了全球眼光和国际主义的重要性 他的故事正是出国留学年轻人群体中的一个缩影 走出国门 放眼世界 你必须在更大的舞台上证明自己 商业厨 品牌的金字招牌 在国内社交平台上 郑清文直接引爆了热搜 吸引了不少赞助商的目光 截至目前 他至少手握十个品牌赞助 耐克 蚂蚁集团 支付宝 劳力士 威尔胜 斯维师 麦当劳 伊利 加德勒 霸王茶几 蓝寇等 毫无疑问 历史性首枚金牌的分量 为郑清文带来了无法预估的商业价值 耐克与郑清文的合作由来已久 早在他十岁时 就拿下了耐克 全国青少年网球赛 武汉占优12组的冠军 13岁时 他正式与耐克签约 这一合作延续至今 耐克对郑清文的重视程度 从一些特殊待遇可以体现 在今年澳网的球衣上 耐克和支付宝的logo上下而立 这种待遇此前只属于里纳和大阪直美 商业与体育 IMG的幕后推手 郑清文商业化与顶尖成绩的背后 也离不开顶级的国际经济管理公司 IMG的支持 IMG总部位于美国纽约 是一家专门从事体育赛事 体育和娱乐经济业务的公司 该公司旗下的运动员 还有谷爱玲 苏一鸣 李娜等 2013年 郑清文在父亲的强烈建议下 报名参加了IMG学院举办的 一项面向全球青少年 网球选手的公开赛 这场比赛 让他与IMG顺利签约 11岁的郑清文 由此开始了职业网球的道路 郑清文效应 从个人成功到行业反哺 作为备受关注的运动之一 网球一直有着较高的商业价值 2009年 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放开单飞模式 运动员可以自己 管理训练和比赛 相应的奖金和商业收入 绝大部分归运动员所有 实现自负盈亏 这推动了一些网球运动员 取得更大突破 比如李娜的两个 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 如今 郑清文逐渐站到了 以前偶像的位置 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发布的 2021年 全球网球报告 2020年 中国就有约2000万人 参与网球运动 成为全球网球 参与人数第二的国家 未来的星辰大海 郑清文的成功 不仅证明了 通过市场化方式 也能培养出 世界级的杰出运动员 更为中国家长 提供了一条新的教育路径 她的自信和张扬的个性 正是当下躺平 文化的反面 她说 要是命运站在自己这一边 就信 如果感觉到命运 不在自己这一边 那就不信 这个21岁的女孩 她的未来 还有无数可能 她的体育生涯 和商业价值 无疑将进一步拓展 郑清文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的胜利 也是中国新中产教育官的 一次重大胜利 她的故事 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 让他们相信 通过努力和坚持 梦想中会实现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们 我们先来看看 郑清文的夺冠 这绝对是个 令人振奋的消息 作为首位 获得网球单打金牌的 亚洲选手 她为中国体育争光了 她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更是中国单非政策的胜利 她自始至终 在市场化 自由化的环境下成长 证明了商业化 培养模式的巨大潜力 楚天书 你先别高兴的太早 郑清文的成功 也要感谢举国体制的支持 别忘了 她在青少年时期 接受了国家的资助和训练 刚开始是国家的支持 让她有机会 接触到国际赛事 这就好比没有魏征的近见 唐太宗也不可能成为明君 单靠市场化 郑清文能走到今天吗 谢奇奇 你举的魏征和唐太宗的例子不错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 郑清文主要是在自由市场中取得的成功 她的父亲卖掉老家的房子支持她 找到最好的教练 这才是关键 就像李娜 她离开国家队选择单飞后 才开始在职业生涯中取得突破 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很多 可有多少能像郑清文这样脱颖而出 行行行 你说得头头是道 可郑清文也不是没有依赖体制 她的成长道路上有国家的影子 她的家庭虽然关键 但国家提供的后勤保障和资金支持 也是不可或缺的 要知道 单靠市场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特别是一些高投入的体育项目 就像古代的武则天 她的成功离不开唐高宗的支持 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成就大业 谢琪琪 你说的有道理 但问题是 体制内的支持只是辅助 真正决定郑清文成功的 是市场化的培养方式和国际化的事业 如果他完全依赖国家队的训练 恐怕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就像成吉思汗 他的成功在于他打破了部落的限制 吸纳了更多的资源和人才 才成就了一个大帝国 楚天书 咱们再打个比方 你说成吉思汗 但别忘了 他一开始也是从部落起家的 体制内的基础很重要 郑清文的成功不仅是市场化的胜利 也是体制内外结合的典范 没有国家初期的支撑 他的家庭再有钱 也培养不出这样的冠军 真正的成功是多方面的 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需要刘备的信任和支持 才能施展才华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伞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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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